我们之前也准备了这么一个小片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联导之前创作的一些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 早知道这样 何必领那个证据 那不一样 你现在走 叫分居 找到哪儿 朱小白都是我张海洋的老婆 我到底是谁 我看你哥儿九死金刺 警察挂相啊 断 就是你十出二人 困了我七万多年 本军要报仇血汗 要你十出二人的命 警官 尹大利被杀跟我真的没关系 什么时候告诉您尹大利被杀了 下次您再来 跟我那秘书约一下 我怕您扑空了 哈喽 我是这里的老板 这是我爹地 天牙子杀辣了 贵 作品太多了 那之前你看过的这个联导作品 你印象比较深 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呀 我想说两个 其中一个是《血色浪漫》里面的张海洋 我觉得女孩子都会喜欢她的 另外一个就是 卧拳秦苍天 怒问命有谁的义军秦苍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这当初这个角色 怎么找到你呢 没有啊 真美 因为我不太爱看这玄幻呢 这我一同学 他做制片人 他说你这不能老 拍抗战戏啊 得奔着 那就演吧 没想到这化妆要了命 这一个妆化四个小时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戏会这么火 这个戏小蜜啊 杨蜜 杨蜜啊 杨蜜 什么张彬彬啊 杨我儿子那个 那现在都很红的 又敬业又帅 当时我咕噜挂完了 我都不认识他们 你知道吗 这小孩 包括拍老炮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李峰和乌玉凡是谁 人说您那是圈里人吗 可以 人都这么红了 你都不知道 我说我真是很少关心这种事 你也太咕噜寡闻了 连导刚说这戏啊 这由你们小孩爱看 对吧 也有我们这个年龄 稍长一点都爱看的 就比如这老炮啊 这个我还真是 这个其中连导演的一个人 我虽然戏份不是特别多 但我觉得一下也是那种 北京爷们那种硬汉的感觉 就出来了 这是您本色吗 差不多 差不多 生活当中您也这么义气吗 小时候爱打架是真的 老炮嘛都得有 先得会打 你不会打架 现在不能叫老炮了 就是打架比较本事 现在也不敢打 打不动了